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白 好,我們繼上次帶大家實際測試了解刃的一天 解刃的時間要花多久啊 還有一天能賺多少鑽石的影片後呢 正式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遊戲提升戰力的方式 提升戰力的方式 那當然不外乎就是 會從陣容還有訓練室裡面的個人提升等級跟裝備 去跟大家說明怎麼去提升 那當然就是主要你要先玩過每一個任務 每一個任務每天的每個任務去通關 一日每日的任務一定要先通關 再來就是周任務 你通關的時候會得到服飾經驗卡或者是 那個護具的那個強化的那些素材 然後還有一些美金好不好 美金還有還有那個每日的體力要購買好不好 體力都要買完 因為體力跟美金最後真的會不夠用啊 說真的 那素材也是啊 你真的要每天只要有空上來點個幾下 然後將所有的挑戰賽跟經濟場 然後去過到最最高的那個關卡 然後你就會拿到相關的素材 那個就是我們要每天去做提升陣容 跟那個訓練室個人的那個戰力的提升的主要的那個素材 還有那個美金跟體力的那個關那個什麼 提升戰力的也一個一個方式 那首先還是先跟大家帶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陣容 那陣容啊你要提升陣容 陣容提升戰力當然主要你主要是你要有角色 你要有球星 你有球星的話他才可以去組合 組合才會有上陣組合戰力加成 跟戰力評分的總戰力的那個數值 才會有才會高好不好 這個是最最基本的 那陣容關卡裡面呢 他會依照你的那個球員的那個品質 好不好球員品質 看你最低是SR三名激活 那SSR再來就是UR 那相對到現在啊 目前每個人的玩家應該至少有五個 應該至少有三名嗎 三名UR以上應該已經達成了 那你假如說後面的UR球星池大家都有去抽的話 大家收到UR的那個管道越來越多了 所以應該相對七名的UR激活應該是都達成了 那這個七名激活至少可以增加所有球星的那個基礎能力加10% 然後這個就是那個光環的品質戰力加成 再來就是這個上陣的組合 那李白這個組合啊 這個球隊的組合剛好有七種 好不好七種 那每一個組合裡面 像T-Mac和Howard的話 你兩個同時先發 他會有這一些 個人會有這些那個數值的加成 數值的加成 那當然相對要整個球隊好的話 那當然就是綠軍巨頭這個 那個Garnett跟Piers同時作為先發上陣 所有先發球員進攻防守提升7.5% 所以呢 我們當然 個人好的話 當然單打會比較強 那相對的 我們假如組合 組合的那個趴數是所有的先發球員可以加成的話 那當然就是共好啊 那看大家是喜歡單打還是喜歡共好 所以就組合就讓大家選擇啦 那他也是可以用3D加成 加到那個戰力評分裡面 那戰力評分裡面 然後除了 戰力評分裡面 除了你的組合加成之外 還有個人 就是五個位置 先發陣容的五個位置 然後每一個人的那個新 將那個新 新 升星數 升星數 還有一個就是 階級跟等級 都要升到最高等級的話 那當然戰力就會慢慢的增加了 好不好 那最主要是 那個升星啦 一個升星呢 至少會有7萬 大約 大約會有7萬的那個戰力 戰力加成 增加了戰力大概7萬分 那有可能相對提升的每一集的戰力都會提升的會不一樣 那裡白再提升一星的時候應該是5萬到7萬左右 所以那加成的 升星的加成是最重要 因為提升比較多 那再來就是他的那個階級 還有他的那個等級 那最主要就是你假如替補球員 跟一些那個其他的那個選擇的球員呢 你主要是以升星為主 升星為主 因為五個 五個先發位置 固定的是 那個等級LV跟階級 你只要練這五個階級跟等級 你只要換人上去 換人上去只會影響你的戰力評分 但是你的那個階級跟等級是不會變的 階級等級是不會變的 那當然你的UR 以排序來講的話 UR是最好的 那金框角色 巨星 頂級球星 就是 再來就是頂級球星 方框的那個 方框的那個球星 然後再來就是 沒有方框的SSR 然後再來就是 SR 再來就是R 再來就是N 那這個應該大家都比較清楚啦 那就不用再多說了 那當然你有UR當然是練UR為主啦 但是UR可遇不可求啦 除非你把全部的鑽石都投入UR尺裡面去升星 不然相對的應該都會用在 那個SSR跟那個 球星招募這兩個地方啦 好不好 去將那個SSR跟那個金框的SSR去做 那個升星的動作會比較多啦 相對相對比較快 比較快拿到 那UR真的就比較 比較難提升啦 要來提升 像那個J博士這個我怎麼拿到他的 我怎麼拿到他的那個 怎麼拿到他的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碎片啦 真的是管道是有點有點有點那個 有點少啊 對不對 因為 所以除非他加入球星池 UR球星池裡面有J博士 那當然就是抽到他就比較容易升星啦 那你假如說喜歡哪一個球星啊 UR球星的話 你就去抽 就全部去投入去抽他 那讓他的升星數更高 那當然就是戰力會加成更高啦 就看個人啦 那這個是最基本的那個 12人的那個先發替補的那個 那個提升戰力的一個基本動作啦 好不好 基本動作 那 那再來就是我們要去說明一下訓練室好不好 訓練室 只要你有美金 你有那個素材經驗卡 還有護具跟服裝的經驗卡跟強化卡 然後還有美金 還有一些 那個 體能飲料 能量飲料 那當然就可以來這個五個位置去做升星啦 那這五個位置啊 當然就是12345號位這個大家都知道 然後就是 控球後衛得分後衛跟大前鋒小前鋒跟中鋒 那這個 那個有打過籃球的應該都知道 所以就 就 就不會再多說了 那主要你點進去的時候 他的那個階級跟等級是跟著你的位置 所以你換整的時候主要 球星是要升星為主 升星為主這個是要記得 那再來點進去之後呢 有這個畫面 有這個畫面就是球星的畫面 升級的畫面 再來一個第一個體能 體能升級呢 會要普通能量飲料這個東西 能量飲料容索飲料這個 這個都是在例行賽的時候通關就可以拿到 你只要通關例行賽可以拿鑽石也可以拿飲料好不好 這個就可以就可以提升你的那個耐力等級 耐力等級就是跟你的那個球隊的等級是一樣的 就是你的主畫面的這個球隊 球隊旁邊有一個80 能量飲料就是等級多少 你你就可以你只能增加到 不能超過那個球隊的等級啊 好嗎 增加等級 那能量飲料就是來自於立行賽 立行賽一定要打 能拿到鑽石也可以拿到飲料好不好 然後飲料就可以增加你的等級 那力量進階呢 這一些有一些進階天賦啊 就可以去增加 那怎麼增加 就是在下面這四個 你從立行賽不只可以拿到飲料 也可以拿到這個叫做乳清蛋白 乳清蛋白碎片 然後就可以去合成 合成 你拿到那個立行賽 除了拿到飲料 可以拿到乳清蛋白碎片 就可以去合成 合成 那你可以用掃檔去去打 好不好 但是打就是要體力啊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體力 真的需要 真的要買啊 買到足啊 他可以拿到你只要過一關 就可以拿到蛋白 乳清蛋白跟飲料 還有美金 還有那個玩家的經驗 好不好 玩家經驗 所以是來自立行賽就可以拿到這些東西啦 那你就可以去做一個啟動 然後再按 再按那個掃檔 再按掃檔 再按掃檔 就可以去獲得這個碎片 那獲得碎片呢 他一共有四個位置 然後四個位置 就是乳清蛋白 然後這個是 每個這四個位置 只要啟動 然後去合成到 這個維生素 這些這些 這些那個 這個算是什麼 只要合成到這一個應該算是 能量能量補充的素材吧 就可以做進階 好不好就可以做進階 你進階完之後就可以增加你的階級數 那增加階級數啊 說真的 提升戰力也蠻多的啦 身心 然後等級 階級 就可以 這個三個基本的動作 就可以增加你的戰力 增加戰力 那這是一個體能部分 那再來就是裝備的部分呢 那裝備部分 你除了可以獲得他 就是獲得這一個裝備 還是那個服裝啊 護具跟服裝啊 你主要的來源呢 就是 就是商店 好不好 商店 然後這個城市 城市商店 城市商店 顧名就是從城市賽所得到的碎片 好不好 都得到碎片 那挑戰商店呢 挑戰商店 那當然就是從那個挑戰賽裡面來的啊 好不好 他有服裝卡 看你要換什麼都可以啦 你就給他 有的話 每週可以兌換100個 你就可以把它換完嘛 對不對 就把它換完的話 你可以做一個 升星 升 升戰力的一個 那個 升級護具跟服裝 增加戰力嘛 城市賽跟挑戰賽 好不好 挑戰賽 那你相對的你也可以去用那個 他所得到的一些積分 然後去換一下這個 換一下他的那個服裝 然後去 假設你的積分夠的話 然後你可以換王者 也可以換大師 或者高級 去增加 增加 那因為一般來說我們都會用新手 然後跟 跟比較低一些的一些那個服裝跟護具嗎 那當然你玩到現在啊 所有的積分都增加了 你就可以拿一些積分去換 換那個比較高等級的服裝跟護具 就可以去 讓球星兌換 好不好 兌換 換完服裝當然加成的機 加成的那個戰力也會提升啊 對不對 而且這個戰力是 就像我們之前所講的 球星只要升星為主 升星來源就是抽卡 就是招募 你只要升星 升星完之後換到這個位置 他所有的裝備都會在你身上 那裝備是固定的 裝備等級階級是固定的 所以你只要讓球星升星 你就可以獲得更高的戰力 好不好 更高的戰力 好的 那開始呢 就是點入那個更衣室裡面呢 他就會 像這個護具啊 他有 所屬的那一些 像這個頭戴就是增加進攻 鏡頭就是投籃 大石頭戴那個頭戴就是增加投籃啊 增加投籃的那個 那個 數值加成 那這個護肘 護肘就是防守 好不好 那這個護肘就是你的體 你的那個本身的主攻火鍋籃板 然後再來就是護腕的話就是控球啦 好不好 所以四個 然後四個裡面呢 又要一樣的名稱 大師套裝 他兩件 三件 四件 又會額外的加 加成數值 像兩件的話可以增加鏡頭 然後三件的話可以增加干擾 干擾就是讓對方不要投籃 不要順利的投籃嘛 四套的話就是遠投 然後跟超級的主攻這一些數值加成 三套就是干擾傳球這一些 讓你增加一些數字 增加一些戰力 那兩套就是投籃部分那個加成啦 那當然你的護腕等級越高的話 當然就是加成的數量越高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像 Curry我現在用的是大陸 大師 那我們 TMAG用的是王者 好不好 王者 那當然就是這個加成就是最高的啊 對不對 加了比較多 所以 除了要增加你的等級跟階級 還有你的身心之外 那 護具跟 護具跟服裝 好不好 護具跟服裝也是 你增加等級的一個 方式 就是 有 你假如說我買 玩完每日任務 然後或者去商店 兌換那一些經驗卡 經驗卡跟身心 經驗卡跟那個強化卡 當然就是 可以用來這邊去做 那個 服裝 跟護具的強化 那 這個是資訊啦 那當然就是你四套裡面 你四套一起的話 一套 就可以加成的數值 就最多 然後再來就是 你 每一個 每一個護具去做 強化 那你強化的話 一定要到美金 所以就是我們所說的 為什麼美金很重要 跟體力很重要 他們來源就在這裡啊 好不好 你也是把它買完啊 一次可以買五個啊 那 體力一次也可以買五個啊 都把它買掉了 就是用鑽石去買 你每天可以 你每天可以賺到多少鑽石 就是花一些去買美金跟買體力 當然就是可以增加的數字就更多了 好不好 嗯 嗯 才是這樣啦 然後再來就是 那個 精煉 精煉的話 剛剛是講的是強化嘛 強化只有美金 那精煉的話 就是用這一些什麼護具精煉卡 還有強化卡 一些 這些素材的卡片 還有服裝 服裝精煉卡 這一些 去做 去做那個 升級 好不好 新升級 這個就是有一個服飾精煉卡 那這個就是護具精煉卡 那這個就是護具精煉卡 然後他的 護具啊 是用美金去強化 去增去升星 那服裝的話呢 他的強化是用服裝強化卡 然後他的精煉 是用服裝精煉卡 好不好 這個不一樣喔 那通常你待 解認的狀況下 玩完任何一個任務跟活動副本的時候 都會拿到這三個東西 好不好 都會拿到這三個東西 當然就是每天玩每天 累積 累積多的話 再一次給他花下去 好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 給他做一個 精煉 好不好 強化 強化那個還不夠耶 那精煉就給他 給他精煉下去了 他好像是 四 你強化到四等的時候 可以精煉到一階 好不好 精煉到一階 強化那個強化四等精煉一階 然後強化八等可以精煉到兩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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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一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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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等的去 升級 升級 然後 那當然你五個 五個增加下來 五個位置 你要精通一個位置 去升級也可以 你要五個一起升級也沒問題 反正就是五個要共好 五個的那個升級一定要相等 那這樣 那個五個的位置去進攻的時候才會相等 那不然你有一個位置好的話 那 一個位置好 也不一定啦 看個人好不好 看個人 這個 李白都是平均在練的 然後平均每一個位置都一定要有相同的護具 跟 跟那個 服裝 好不好 相同護具跟服裝 那 換完之後 李白這邊還有一個傳奇 就是傳奇就是 換到的 然後換到的 當然 你換到還是換越高越好 然後你還可以去增加他的戰力才會更高啊 對不對 才會更高 那這個大石戰靴這個當然就是也是從商店裡面換來的 那當然就是你換完之後你當然就是要升級 然後強化跟精煉 就會增加更多的那個戰力 那這個也是啦 那這個也是啦 現在目前我的Haword就是還在用那個高級頭戴 高級頭戴應該到最後最後 假如說 那個 那個兌換點數夠的話 那李白當然會把它全部都換成 換成那個啊 換成比較高等級的那個護具 讓戰力會更高 那每個位置 然後你就可以看一下這個球員的戰力 那我現在最最最最高的就是 得分後衛 然後22 這個這個應該是200多萬吧 對啊200多萬 我這樣最高的是得分後衛啊 其他的都還蠻平均的吧 那我最低 比較低的應該就是控球跟中鋒 好不好 當然就是這些是提升的方式 然後 最主要就是你要獲得球星 然後球星跟球星的組合 好不好 球星跟球星的組合可以提升戰力 那組合越多 提升戰力就越高 那本身就是來這個五個位置 訓練室去提升他的等級跟階級還有星數 身心還有那個叫做他的護具 護具服裝裝備的那些 禁練跟強化 那當然你的相對的你的戰力就會 不自覺就提升很多 那這個就是主力訓練室 然後還有一個陣容提升的方式 然後那再來就是一些其他的那個附屬加成 那附屬加成從哪裡看呢 附屬加成是從榮玉獅這邊開始 那最佳陣容呢 首先你要先有榮玉幣 榮玉幣 那榮玉幣 他這邊會跟你講說 會從那個挑戰賽那邊獲得 挑戰賽獲得積分 積分可以換到榮玉幣 對商店這邊挑戰賽獲得積分 好不好 積分 積分可以換到這個榮玉幣 好 你要換榮玉幣或者是你要換服裝都沒問題 好 看個人 那你最佳陣容呢 他每一個都會 看你 看你榮玉幣多少 像我現在要開一個格子 就要1000了 就要1000了 所以我至少累積到1000 才可以再開一定第2個 這個應該是第幾個 第20格 然後第20格 現在已經開始9格了 那這個格子最佳陣容沒有什麼方式 然後你把最強的那個星數還有 最高等級的星數啊 還有一些URSR跟SSR把它放進去 你只要放進去增加越多的那個占力數值就是 就給他放著 就給他放著 那說真的 李白千丈有 有101個 星數 然後陣容 陣容星級 有101 加成就是上面所顯示的這一些 然後這是全體喔 全體上陣都可以增加的 那這個階級呢 就是李白現在是101 所以就只有到100 就是在這裡啊 防守這一些可以加成 然後這個也不錯了 所以這裡也是提升戰力的一個方式 然後把你最好的球型放上去 好吧 最好的球型放上去就可以加成 然後王朝掠影呢 這個就是 可以解鎖 好嗎 可以解鎖 解鎖一個大概7000 加在7000 那這個 然後這個片段 你完成 完整 完成三個片段解鎖 就可以加成 後面這些籃板啊 鏡頭啊 什麼東西的 都會給你加成 加成那個 那個數字啊 那我們看一下 全部加完了數字可以加多少 大概就是這些啦 就是你的 本身的那些能力啊 就增加加40 好吧 加40 那李白之前看過啊 就是我三個解鎖完之後 解鎖一個會增加7000 戰力啊 所以解鎖三個就是2萬億啊 這樣蠻高的 說真的 那怎麼解鎖啊 解鎖這個解鎖的話 那當然就是從例行賽啊 例行賽一直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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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會 他就依照你的例行賽的那個多寡去解鎖 好不好去解鎖 那個例行賽打越多啊 可以拿到美金 你也可以拿到那個能量飲料 你也可以拿到經驗 然後你也可以解鎖這個 這個王朝獵營好不好 增加戰力好不好 那光榮歷史呢 就是 你點進去看 然後 這個 他有一個相關 那個獎盃 都有一個相關的那個活動 活動的那個內容 然後 那活動的說明 你怎麼獲得這個 這個獎盃 那中流砥柱呢 就是累積除止活動獲得 那李白是無課啊 所以我拿不到這個 有發光的就代表你點亮了 一戰成名就是 王朝挑戰達到最高段位 王朝挑戰達到最高段位 你就會拿到這個 一戰成名的獎盃 你就會點 點開 點亮這個獎盃 你就可以拿到進攻跟防守加個100 這個 按下去 也可能增加1萬到2萬不等 然後 1萬到2萬不等 然後 那這個 一個巔峰前200 就會一樣進攻防守加個100 那 假如說例行賽拿到總冠軍啊 這邊 那個 右上角這個有個獎盃 那就是 2022總冠軍 就是進攻防守加200 那 李白現在已經達到2017了 2017也是拿到冠軍的 所以 這樣加起來也蠻高的 也蠻高的 你找點亮啊 他真的是 就是 至少有幾萬幾萬點的那個戰力提升 然後 那 知名經紀人 有沒有 這個達到500圖鑑 5000圖鑑值 5000圖鑑值 也是可以增加你的戰力哦 好的 這個就榮譽式 然後榮譽式 榮譽式裡面的光榮歷史 對 那個 光榮歷史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哇這個就是大家之前最大的爭議值啊 那個 官方把它調降有沒有 就是 異常圖鑑 把它調完之後 大家降 降了戰力 然後得到了一些補償 然後 順勢的 大家的那個 憤怒值就提高 哈哈哈 就這個圖鑑 然後 這個圖鑑值啊 你只要這個沒有別的方式啊 你就是 招募 球星 然後 升星 好不好 他就可以 解圖啦 增加那個 圖鑑 圖鑑的那個 數值加成 就不斷的抽 不斷的燒木 跟不斷的升星 好不好 你就可以 獲得 這一些數字啊 這些戰力的加成的數 數字 這個沒有別的方式啊 你就是不斷的 抽球星 然後 升球星 你就可以增加 圖鑑的那個 這個戰力 然後再來就是 圖鑑資源這個地方呢 就是 你在 挑戰賽 那個 全隊加成 進攻加防守 100 你可以翻完之後 看這個 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什麼 熱火城市版 對付 熱火城市版 對付 他可以增加你的進攻防守 加100 這是額外的喔 那 這個比較 大家比較好換的應該是這個 全明星2020 2020 2020的話是在商店裡面 那個 聯盟 聯盟商店 你增加聯盟商店 可以拿到一個聯盟幣 你就可以換到這個 對付啦 那你可以換到這個聯盟精英 好不好 聯盟精英也可以 開啟 好不好 開啟他的那個 開啟他的那個 也可以增加 開啟這個獎 點亮這個獎盃也可以增加戰力 那換球衣也 激活球衣也可以增加戰力 好不好 也可以增加戰力 那球鞋呢 之前因為那個什麼圖鑑 應該是那個圖鑑的關係 所以送了一 送了一雙 怪獸存籃 好 怪獸存籃 這個彈掉強壯那些 就可以增加200 我覺得這個也不錯啊 那這其他這一些都還 不知道怎麼拿 反正球衣 球衣 球對付球鞋 就可以增加額外的戰力 那助教也是啊 像現在那個嘉年華送的這個助教 馬龍這個助教 他也是可以增加這一些 這一些激活的那個數字 那 初期啊 一定是Jason Key 對不對 Jason Key就是這些 然後 那你換到那個馬龍的時候 就可以增加這個 就可以點亮新的助教 好不好 後面還那麼多助教 你看看 那傳奇球星啊 那一開始我們通關第一關 一定會拿到Chester 對不對 所以就增加全隊增加戰力就是這些 那再來就是你從後面 拿到的碎片去合成 就可以合成到 那個 Garry Patton 跟 Ewan 還有Pippen 跟Starkton 這些 都可以去增加你的戰力喔 那後面還那麼多 還有那個 UR系列的傳奇教練 傳奇球星耶 那這裡啊 都是在榮譽室這邊都可以增加 額外戰力的一個 來源喔 好不好 那辦公室這個地方呢 這個 這個 助教這個已經講過了 那就是 這個辦公室的地方就是 看你現在獲得的 獲得的那個球星 那這個 助教這邊啊 是用這個叫做 光碟去升 升級 光碟去升級 那 教具這個地方啊 這個 教具啊 是從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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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 不是城市賽 巡迴挑戰賽 是從巡迴挑戰賽 是從巡迴挑戰賽 這邊去獲得的 獲得那個 助教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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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具 好吧 教具 教具 助教的那個 光碟提升等級啊 然後 再來就是那個 教 那個 戰術 戰術版啊 還有一些麥克筆啊 那他提升強化的 強化的東西 就是這個 戰 現在沒有獲得的方式 那當然有一個獲得的方式 你要獲得 獲得這個強化 這個 助教的那個 裝備強化 你就是要從那個 巡迴挑戰賽去獲得 獲得完之後 你再去辦公室的道具回收 然後這個 助教裝備 去做分解 分解完之後 你就可以拿到他的強化卡 強化卡就可以去做升級 那李白現在是把那個 筆記本 還有麥克筆去升級啊 升級到3 然後 那個 戰術版也升級到3 所以你把多出來的那些教具啊 去分解 你就可以拿到強化卡了 那目前 他說 無獲取途徑 沒有 你把它分解完 你把多的分解 你就可以拿到 強化卡啦 好不好 那這個 教練也可以增加你的戰力 那現在啊 你只要等級到80啊 你就可以開啟3個格子 3個傳奇球星的格子 那目前 那目前 已經下場了啦 那你就是 你就是 你就是 把那個什麼 把那個球星去升級 升級 升級 就是用錄影帶去升級 升級 升級完之後呢 再去做一個升星 升星就是 那個 他們的碎片去升星 那錄影帶跟碎片呢 就是在商店裡面 傳奇商店就是錄影 錄影帶去做購買 然後再來就是購買他的碎片 碎片 據說升星 那當然是等級越高越好 然後你升級完之後 升星完之後 你就可以增加 你就可以增加他的那一些 那一些戰力 戰力 那他裡面有一個附屬的什麼 像批判是全能戰施 就是所有基礎能力乘以0.5% 那你也可以做 你也可以跟 跟那個 跟那個 Starkton去做交換 去做交換 就可以 就可以去使用他 那個當前指教技能 那現在呢 我是用Starkton的那個超級助攻網 好不好 可以增加一些傳球啊 還有一些上面所提升的這些數值 趴數的提升 那進而就有增加你的那個數值 還有你的戰力 那當然是越好 越多越好了 球星很多啊 但是目前 目前你能換到的應該就是 我還沒遇到那個 我還沒遇到那個SSR跟 跟紅色的 黃色紅色 對啊 這兩個 這兩種的我都還沒遇到 只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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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ppen跟Starkton的碎片比較多 這也是一個增加戰力的一個方式 然後 就是你拿到 不然你是拿到助教還是拿到傳奇球星 就是增加他的 那個助教就增加他的那個 裝備嘛 筆啊 什麼 那個 戰術版啊 去增加 那個 等級 那 用光碟去增加他的等級 用 用強化卡去增加他的焦距 那傳奇球星呢 就是一樣用碎片增加身心 然後用那個 那個錄影去增加球 增加等級 就可以 就可以 額外的增加戰力喔 好 剛剛是講到辦公室這個地方嘛 對不對 那我們再講一下就是球員 好不好 球員 那 球員這個地方呢 他就會 應該是這麼說 你只要 你只要拿到一個球星 或者是你抽到很多球星 你除了去 去增加他的階級等級 還有他的那個裝備的之外呢 還有身心之外呢 你就要 要來到 那個球員資訊這個地方 從資訊開始點 技術組合 然後 最會用到的應該是關聯跟 星級 星級就是身心嘛 身心 就是我們所想的身心 那 身心完之後呢 你要再到關聯這個地方 他會有一些 額外的加成 額外加成 跟額外增加的 戰力的地方 就是這個 關聯加成 你除了 身心 跟關聯 身心之外 你還要到關聯 這個關聯加成 這個地方 他會有紅點 就把它點進去 我現在不知道有沒有紅點 找給大家看 紅點 要一個一個點 你一個一個點 你就是抽完招募完之後 他會依照你 相關聯的球星 的那個星數 相關聯球星星數 去做一個 那個 那個 戰力 升 升戰力的一個 那個紅點 就要把它點掉 你就可以增加戰力了 可是我現在好像 在這裡 在這裡 這樣就可以再加成一個 就是 你不管 升 星數升級完之後 就要來關聯這個地方 去做 那個紅點清除的動作 就可以增加 部分的200多點 300多點的戰力 那你假設有100個 你就可以增加 20000 對不對 也不錯 好啦 講那麼多了 哇 38分了 這個就是 李白 說 那個 升星 好不好 升 升戰力的一個 那個流程 好不好 流程 當然就是 不外乎就是你要先玩過 對不對 你要先遊戲體驗 體驗完之後拿到一些素材 然後解 解每隻人物拿到素材 然後拿素材 就是去陣容 跟那個訓練室 然後招募 還有球員升星 去做一個 那個什麼 星數紅點的一個動作 哈哈哈哈 星數紅點一個動作 他就是 你就是可以 把紅點全部簽掉 你就是可以升 升的戰力就越多了 那當然 現在 現在升完之後 提升戰力最多了 當然就是招募嘛 然後就球星的升星 是提升是最多的 然後 好吧 那 以上 大概就是 李白升星的一個 那個 升戰力的一個 那個 玩法 然後 增加戰力的一個方式 然後 那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那 當然 當然 你不管有 你不管拿多少 你只要看到紅點 你就把它清掉 哪怕它是增加一萬或兩萬 那也是增加 好不好 你只要有素材 有金額有美金 有體力 就趕快去打比賽 好不好 去打比賽 那就會 或者是有鑽石去換 那個招募券 就把它換完 就抽 抽那個球星 你喜歡的球星 就把它抽 抽到 抽到那個 抽到最高 抽到最高 抽到那個升星 抽到 在講什麼 就是把你球星 招募到最 就是花完你所有的招募券去抽 那個球星 那個球星就可以增加更多的那個星數 那星數越多 你的戰力就越高 對球員的戰力就越高 那就可以提升最 那個把你的那個戰力 推到最最最高的一個方式 好不好 好啦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一個 升戰力的一個說明 然後那當然滿白話的 有時候是滿白話的 然後 因為沒有其他方式 你就是要遊戲體驗 然後玩遊戲 拿素材去升星 然後招募 拿素材去升級 然後招募球星去升星 就如此而已 這個是最基本的動作 當然最基本動作 但是 看似最基本動作 但是 他的升戰力的 那個數字是最高的 好不好 好啦 那 希望這個對大家有幫助 然後 好 這裡是李白國傑頻道 我是李白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大家掰掰囉